终于通过美国边界了 不容易 美国这个边界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是说你出国之前在加拿大这个海关就已经 就已经涉及其他的海关了 就是说你现在进机场以后 候机厅就是美国的领土 所以说美国的边界里边界实在是太凶了 就是天天跟省饭人似的 不过呢这个也没有办 人家世界老大嘛 总有刁民想害症 这个所以说搞得搞得我很紧张 每次都很紧张 其实没啥事 但是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问问询的方式啊 就是让你很紧张 不过还好说他到了 看看洛杉矶 我还这么热 下几个换衣服 下几个换衣服 不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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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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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